昨天的视频跟大家说在北海这个地方花费1300块一个月就能租到30两厅的房子 很多的朋友都给我发来私信问我是怎么租到这样的房子的 以及还有这样的房子吗 这期视频跟大家统一的讲一下我的找房经历 以及这房子我是怎么找到的 先说一点啊 北海这个地方最不缺的就是房子 但是我今年找到这个房子 我居然花费了半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房子并不好找 今年呢我是9月10号来到的北海 我的想法呢是提早来这样的话能找到更好更合适的房子 但是来到这里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我找了一个礼拜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 我能看得去眼的房子 最后很无奈的是租了一个月租的民宿 我这房子怎么找到的呢 并不是通过中介 而是通过我身边的朋友 在这个地方中介找房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房子实在是特别的抢手 我租的这个房子我是第一个看的宿客 看完了以后呢 我就立刻敲定下来 在签合同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六七个电话都是问这个房子租没租出去 以及价格的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找中介呢 我之前不一直提倡找中介的吗 但是奈何今天的市场呢 跟以往已经不太一样了 不通过点人际关系的话 那找房实在是异常的困难 如果要不是这个朋友压着这个房子 我可能连看他的机会都没有 至于价格呢 我说过年租会很便宜 如果是像我半年租和三个月 还有一个月 那价格都会有所上涨 还有朋友问我这里生活方便吗 很方便 我可以这么说 我现在已经好几天没有出家门了 天天就是靠外卖生活 这些呢就是我的租房经历 以及现在的生活现状 我们在实际上 我们的生活法 我们在实际上 我们其实快乐 跟我们一起来